安勞院舍的營運者 希望他們跟我們合作 也希望他們理解我們現在的處境 也希望他們體諒在戶外等著 這群長者的情況 急症室的同事有跟我們反映 有些院舍送了長者 來急症室看醫生 就算醫生評估過長者的情況 是適合院舍 但是院舍也拒絕接收這些病人 變成有些長者會留在醫院 這樣不僅嚴重加重了我們的負擔 而長者長期留在醫院 也會增加他們感染的風險 所以我們再次在這裡呼籲 安勞院舍的營運者 要以大局為重跟我們合作 不要拒絕接收這些長者 如果他們有困難 其實我們外展的同事 和相關部門也會提供協助 希望多些私營機構的同業 可以伸出援手 加入我們的抗疫團隊 因為其實我們不斷地 擴展足高灣社區隔離設施的病床數目 我們需要大量的醫護人員幫我們忙 其實我們已經加快了我們的招聘程序 如果私家醫生早上做登記 其實下午已經可以幫忙看我們的病人了 所以我們都希望同時間 我們都希望私家的同業可以幫助分擔 社區隔離設施醫療站的管理和營運 讓我們人手可以調回醫院去跟前線抗疫 醫院現在面對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如果大量的病人在戶外等候的情況持續 其實醫護人員就算怎樣努力 怎樣日以繼夜地去工作 其實都沒有辦法 只是靠我們自己解決到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都衷心支持他們 我們共同合作去度過這個難關